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完全不用CG技术 只依靠传统的特殊摄影手法拍摄的科幻影片 《巨神病》在东京出现剧场版 大学毕业后 女主独自一人在东京打拼 过着一层不变又难以割舍的普通生活 一天上大学的弟弟突然拜访他 这在女主看来十分诡异 因为弟弟从不曾进过他的房间 行为怪异的弟弟做了一个奇怪的预言 说东京即将在第二天毁灭 并警告女主赶紧逃出东京 可女主觉得实在是无稽之谈 并没有相信他 因为这些都是他在网络上看到的小道消息 然而第二天诡异的事情真的悄然发生了 喧嚣的东京城上空 突然聚集了不知名的火星 盘横在高楼之间闪闪发亮 女主的心里隐隐不安起来 弟弟却诡异的露出了笑容 接着身形变得单薄 就这么消失不见了 而就在此时 城市上空出现了一个巨人 更奇怪的是 人们对此却毫无察觉 巨人的一双脚一落地 就踩倒了众多房屋 他手里拿着巨大如火的长矛 藐视着渺小脆弱的人类 张开长满锯齿的嘴巴 露出里面的炮筒 对着人类开始扫射 一瞬间就摧毁了大片城市 女主这才懊悔 应该早一点相信弟弟 应该在前一天通知大家逃离 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 谁能猜到一个学生的预言 竟然成真 女主终于明白世界正在轮换 可是因为人类强迫旧世界苟活 所以世界召唤出了巨人来消灭人类 人类正在面临灭顶之灾 造物主创造世界只需要用七天时间 第一天消灭地上所有的动植物 第二天所有生物都将灰飞烟灭 第三天日月会被摧毁 第四天大地被摧毁 汪洋只剩下死水 第五天水和天空消逝 第六天光明开始消失 世界坠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第七天遭物主会在结束使命之后哭泣 这就是拉开序幕的炼火七日 在新世界诞生之前 人类被降下了这样的滔天大祸 可是人类会甘于妥协吗 他们会不会展开一个反抗的故事呢 还是说一切都是女主的幻象 只是为了逃避她在东京一层不变的生活 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猜测 否则当巨人来临对人类展开攻击时 城市街道上的人们为何不尖叫呐喊呢 只是呆呆地站立着任由巨人屠杀 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全部身处幻境 这部电影的巨人形象 借自宫崎骏动漫《风之谷》 而宫崎骏自己也以声音出演了这部影片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坐来看看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